仔细看,这个男生被关在狗笼子里 他不停地跳,不停地跳 时不时他还踢笼子,想争夺笼子 这时,纳诺来看他,还给男生带了一根骨头吃 男生是一条狗妈 看到这里,也许大家觉得男生可怜 但男生所做的事,把他关狗笼子里一百年都不过分 男子究竟对纳诺做了什么,听不乐从头讲起 泰国的BD学校,在举行新生的欢迎仪式 高一三班22名同学,习弟而坐 学校学生会的会长阿珊主持一事 他对新生进行思想教育 阿珊表示,根据学校的传统 我们这些学长要对你们新生进行各种考验 你们一定要配合,并且合格后 能算BD学校的一员 新生们都表示会努力完成 随后呢,阿珊亲切地问大家,是不是饿了 新生其声回答是,阿珊让大家四人一组 面对面做好 这时,一盘盘神秘的食物被断了上来 黑布被揭开 天哪,竟然是混着泥土的虫子 一个女生呢,直接吐了起来 一个男生拒绝吃 学长抓了一把虫子,直接塞到他嘴里 男生受不了,会在地上 胆汁都要吐出来 学长们开心地都鼓起了掌 阿珊开始了下一个节目 他说 下面的一段舞,是学姐让我传达给你们的 要求你们必须跳 一个男学长做起了示范 学长跳了一段下流的舞蹈 让所有的新生模仿,大家都不愿意跳 一名女生直接表示 阿珊假装仁慈,给了大家另一个选择 玩人体蜈蚣 他们翻过牌子,这个游戏是这样玩 一个人趴在前面 后面的人呢,用头顶住前面人的屁屁 手抓住他的脚,然后一起往前爬 如果中途头不顶,队伍断掉的话 就从起点重新开始爬 这么变态的玩法 阿珊每期名曰,锻炼大家的团结心 这时,一个女生狂笑起来 她就是沙弹之女纳诺 纳诺指责阿珊 阿珊没有想到,新生里会有硬茶 还是个漂亮的女生 阿珊问大家,还有谁不同意玩这个游戏 竟然没人敢吱声,阿珊正在得意 又一个女生站了起来,表示支持纳诺 这个女生呢,就是尤里 尤里在上级中被杀害后 在水中喝到了纳诺的血 于是成功复活 两人在入学时遇到一起,尤里表示 还说以后要效仿纳诺对世人进行惩罚 两人心心相惜,还跳了一段舞 这时,阿珊为了维护学长的颜面 命令纳诺和尤里脱去上衣 纳诺开车都不怕,才不怕这个 看着学妹这么听话,阿珊十分满意 最后,她命令所有的新生都脱去上衣 大家玩起了人体无功的游戏 转眼到了第二天,校长来找阿珊 原来呢,是有人把阿珊欺负新生的视频发到了网上 新生们在地上爬,阿珊却得意地大笑 校长并没有对她进行处罚,只是警告阿珊 下不为例,不要影响需要的声誉 校门口呢,那阿诺再等尤里 那阿诺嫌弃尤里沉不住气 尤里却觉得那阿诺的方式太过陈就 两人之间的对决正式开始 谁会更胜一筹呢 第二天,阿珊开始报仇 让所有人交出手机 他要惩罚那个上传视频的人 就在此时,在群里大家收到一段视频 视频中,阿珊作为新生被校长霸凌 阿珊在视频中不断地求饶,太丢人了 其他学长看后都强忍着笑 阿珊明白,那阿诺就是那个发视频的人 阿珊走到那阿诺面前 那阿诺站了起来,玩味地说 被阶段的阿珊彻底被激怒 一个人犯错,你们集体就要受罚 阿珊惩罚大家 所有人在地上滚石圈 俯卧撑20个,敦起50个 除了娜诺不用做,其他人都得做 这样是为了让所有人都恨娜诺 惩罚娜诺的时间到了 他把娜诺手脚捆了起来 浑身绑满气球 他让其他学生蒙上眼睛 手里拿着球棒 然后用力打破娜诺身上的气球 打得越粉越好 一个一个的学生挥舞着球棒打到娜诺身上 而娜诺呢,不但没有害怕 反而疯狂地大笑了起来 气球一个一个变少 娜诺越笑越大声 娜诺笑声太刺耳 阿珊一脚踩在娜诺嘴上 笑声依然没有停止 娜诺魔性的笑声 让阿珊迷失了心智 他读过球棒 用力朝娜诺回去 一击必杀 血流了一地 眼珠子都被打了出来 娜诺当场毙命 同学们尖叫着都吓跑了 阿珊也被吓傻 这一次校长也呼不了他了 让他退学回家 这个男生到底犯了什么错 竟然被关在狗笼子里 阿珊来到新的学校 参加新生幻影会 学长把手绳带在阿珊手上 忽然一个熟悉的声音 在阿珊的耳边响起 阿珊抬头一看 吓了一跳 竟然是娜诺 这怎么回事 娜诺怎么会变成自己的学姐 不是被自己一棒子打死了吗 他不知道 娜诺是大魔王杀蛋之女 不老不死 无限复活 那个死掉的 只是一个分身而已 这时 娜诺突然站了起来 几个学长瞬间把阿珊围了起来 阿珊赶紧解释 我什么都没有做 但是根本没人相信他 阿珊被按倒在地 学长要他承认错误 又告诉他 学姐是没有错的 这话是多么熟悉 阿珊以前呢 就是这样教导新生的 学长直接把阿珊按在地上 一名学长聚起一块大石头 不承认是吧 叫你段子绝孙 竟然要砸阿珊的命根子 眼看就要砸下去 阿珊怂了 石头砸在地上 好家伙 阿珊直接被吓得尿了裤子 真是个胆小鬼 大家都开始嘲笑阿珊 然而 娜诺的报酬才刚刚开始 接着呢 老是让新生玩变装的游戏 一个个辣眼睛的装扮 扫手弄姿的丑态 弄得他家哄堂大笑 轮到阿珊的时候 他支支都没有出来 他知道 娜诺绝对不会放过自己 所以偷偷跑掉了 但没跑多远 就被抓了回来 娜诺特殊照顾他 给他安排了一个火辣的便装 脸上还被画成了小丑的样子 阿珊脚踩过细长靴 性感皮裙 头戴皮肩假发 还真的有点惊艳 娜诺对新生说 因为阿珊的淘宝 所有的新生 不要跟着阿珊一同受罚 他们被迫走过水桥 接着扑腹前进 爬得慢的 还会享受高压水枪冲走 所有人都被折磨得筋疲力尽 这下大家都记恨上了阿珊 阿珊也身份的自责 晚上 新生欢迎会的最后环节 对学长和学姐行跪拜之礼 轮到了阿珊 那阿诺特意为他请来一位特别嘉宾 随后娜诺牵过来一只狗 娜诺说 这只狗比所有人资格都老 阿珊几乎难下 犹豫再散后 还是勉强给狗磕了头 以前都是他欺负别人 现在轮到他被别人欺负 到了晚上 大家开始行动 这一男生 被十多个同学围住 他们按住他的身体 捂住嘴 直接抱走了一顿 又把他丢出了宿舍 这时阿珊看到 刚刚他被迫下跪的小狗 他怒火中烧 对着小狗吃一顿 全打脚踢 这时娜诺突然出现 他挤开小狗的锁链 放走了他 随即娜诺大喊 阿珊立马狂奔 躲在树林里 大家门神赶来 狗没抓到 阿珊被抓了回来 娜诺提 既然找不到狗 不如就用人来代替 此话一出 所有人都看向了阿珊 阿珊被按在地上 带上象圈 阿珊就像狗一样在地上爬 娜诺拿出一根骨头 玩起来流血 娜诺把骨头丢了出去 阿珊呢 眼含着雷爬过去 像狗一样把骨头叼了回来 交到娜诺手上 娜诺向阿珊伸出手 阿珊的两只手 像小狗一样 打在娜诺的手上 娜诺看着阿珊 阿珊突然明白娜诺的意思 他汪汪地叫了起来 阿珊的自尊被踩在脚下 晚上 阿珊被锁在狗龙子里 他不停地跳 又是踢又是推 但龙子就是打不开 他筋疲力竞地 卷缩在龙子里 娜诺丢下一块骨头对他说 说完就离开了 鸡肠碌碌的阿珊 啃着骨头 此时 尤里出现了 他掏出钥匙 打开了笼子 放走了阿珊 然而 他并不想救阿珊 娜诺质问尤里 为什么要这样做 尤里回答 随后尤里大喊 众人再次寻找阿珊 阿珊各种躲藏 连夜逃了出来 筋疲力竞的他 看到路边有辆小货车 趁司机不注意 他躲了上去 看着离学校越来越远 终于能逃出去了 他喜极而泄 又大笑了起来 然而 阿珊高兴得太早了 车停了下来 阿珊听见车外有动静 声音是那么的熟悉 他偷偷往外看了一眼 天哪 竟然他又回到学校 原来 这是学校适当的送菜车 太倒霉了吧 阿珊偷偷溜下车 没跑多远就看见了尤里 随后众人发现了他 都要抓他 阿珊为了活命 他跳进了水池里 这时 尤里从一个袋子里 捞出小狗的尸体 栽赃是阿珊打死的 受尽折磨的阿珊 终于爆发 他大声地怒喊着 我没有骚扰纳诺 也没有杀小狗 然而没有人在意他的话 尤里大声宣布 谁能把阿珊打得最惨 谁就能担任严谨的班长 还能碾出新生欢迎会 早就受不了欢迎会的新生 纷纷跳入水中 然后开始暴打阿珊 阿珊在米楼之间 想到自己曾经欺负新生的情景 早知今之何必当初呢 但是后悔也来不及了 阿珊领了喝饭 纳诺必是尤里的行为 害死一条小狗 然而 尤里却不以为然 因为阿珊如果再成为学长 欺负新人肯定会更惨 尤里表示 他就快接替纳诺的位置 纳诺轻眠一笑 然后他转身离开 尤里会取代纳诺吗 让我们拭目以待 本篇完 本篇是竞技女孩第二集的第五集 本期问题 这下惩罚人类的 又多了一个尤里 支持纳诺的评论区发散1 支持尤里的发散2 本篇好看 欢迎大家出版原片 好了 本期没有就到这了 记得给播了长按点赞 还有关注和订阅 收藏和转发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